那麼剛剛這個惠珠展現的 這個網路上的包 說這個Selina認為一個月 一個大概是三十到四十 本來以為 本來以為 那代購是賣兩百三十九萬 來 給大家看一下什麼包 有看得到嗎 因為他這個是鱷魚皮 然後他們說現在 其實在愛馬仕裡頭 mini凱莉鱷魚皮是最難排的 而且他這個顏色是湖水綠 所以他們都簡直就是天菜等級的 哇 這個凱莉包 對 凱莉包 mini凱莉 然後那天我是看到 有個媽媽她背那個mini凱莉 可是他不是這個顏色的 那真的很小 我都想說像我這麼大隻的 我背那個包更不適合 而且我每次背那種肺包 肯定那東西會掉 我們怎麼會覺得你大隻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 我說體積比較大一點 對 那個所以其實肺包 其實不適合我 然後因為然後這上面就寫說 這個是天菜節 你要趕快把它帶回家 因為他說這個真的是很難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為什麼要去買代購 因為其實你有 你有時候 像現在在疫情過後 你要隨緣到櫃上去買包 是肯定是沒有 尤其你要買什麼 凱莉 柏金跟康康 是完全不可能 那你要配貨呢 配貨你還要說 你能不能配到你喜歡的顏色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都要去找代購 其實我認識很多那個貴婦 他們其實也都是在買代購 因為他們想要他們的顏色 跟別人不一樣 對 對 他們可以想到買到他們的東西 那我想請教一下吹芬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說三十萬 但代購賣九十萬 那剛剛匯主給大家看 可能一個月一個四十萬的包 迷你的凱莉包 我覺得那個可能又要快要一百萬 因為他是鱷魚皮 那假定是一百萬 那他現在要賣二三九 就是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 你要去帶購買 更超過一倍兩倍 因為其實買這個名牌 其實他是品牌的認同 變成身份的認同 所以你變成說 你在這個領域當中 你進入某一個階層 你要打入那個階層 可能大家拿東西都要差不多 那別人有我也要有 所以這種就是一種競爭 跟比較的心理是有的 然後是一種歸屬感 因為我們都是同一群人 然後我們在這一群人當中 你有這個我們看一看 那你有那個 或者是說大家有些時候 會互相交換一些心得 所以這是一種歸屬感 那在這種歸屬感當中 也會有一種害怕落伍的心情 因為譬如說像這種時尚 時尚講的就是流行 那你如果說你的不夠流行 或者是說你拿的東西不是現在 大家覺得最流行的 最大家最想要的 那你就落伍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們很多人是害怕落伍 或是害怕比不上別人 或者害怕別人有 而我沒有 我好像被比下去 我不如別人 所以我常會覺得 他們會買這些包的時候 是有一種拚勁的 我要拚 我也要有 別人有 我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覺得我好像遜了 那打入某個階層 必須要有認同 對 才會有歸屬跟認同感 然後我曾經遇過 我有一個朋友 你跟他在一起 真的會有壓力 因為譬如說 大家都每個人拿一個包包出來 那不過是去喝個下午茶 那一看到你馬上就說 這是幾年份的 然後這是哪一年出的 然後這是哪一年的款 然後然後衣服也是 你只要一穿出來 他就說這是哪一季的 你這是幾季以前的 你真的會覺得 在他的面前 無所遁形的時候 那很多人都會有這種競爭 就是你一定要拿最流行的 或是現在大家覺得最時尚的 或是大家最想要的 你如果拿一個 大家不想要 他們就 如果不懂貨的人 真的買到假貨 去那邊是不是就慘了 如果不懂貨的人 就我不曉得 我買到假貨 那可能他自己不知道 他買到假貨 可是其他人看 也會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困惑 我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說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像我曾經有 他的話 這個人家會講 你買的是4A 你還覺得好像4A 很了不起 我覺得心理上知道是真的 跟不知道是 知道是假的 跟不知道是差異很大 心理 我說心理 我說心理上差別是很大 如果說我不知道 我曾經買過一個 我不知道是假的的 假貨 故事犯罪 跟故意犯罪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我曾經有在購物臺 購物臺 那麼大的品牌 然後他買了一支名牌的手錶 雖然我只是當成一般的在戴 但是我曾 我有買過真的 也買過假的 後來我拿回來之後 比較之後 我才知道他 如果你沒有拆開來看 沒有看他的機心 你完全看不出來 他是假的 拆到機心 要拆到機心 你才知道他是假貨 然後再來呢 我看他的說明書 因為我有一支真的 我比較他的 購物臺 那支是假的嗎 對 購物臺賣的是假的 真的把我嚇死了 然後他的那個 名牌表 對 假的他敢拿出來賣 所以就覺得 預支表多少錢 那時候賣得還蠻便宜 大概一萬多塊吧 一萬多塊也不便宜 可是以他真的來說 你就覺得 他就說還蠻便宜的 那徵貨多少錢 徵貨大概貴個好幾倍 那樣子 他就說是一個很好的價錢 那我想說那麼大的品牌 不會賣假的吧 那你實際拿出來看 會發現他的說明書 印的就真的 有一點不一樣 我是從他的說明書發現他是假的 所以有時候你心理上 你不知道跟你知道 是差異很大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算了 如果你知道那是假的 你還帶去參加 那麼大的品牌 那那個心理就很值得來看了 瞭解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包包 那是說這一點外面的 不知道 我講實在話 這要不是我的同事 這樣跟我講 他說 這個呢 網友是因為看到名人拿出來了 所以就據說這個他們懷疑是假貨 好囉 那從哪裡看出來呢 就從這裡的鑽石的數量 一顆兩顆三顆四顆這樣子 而且這個高度一顆兩顆三顆四顆 那真貨呢 是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 而且他的長度比較長 從這裡看出來這樣子 網友太厲害了 說起來我們要說五萬 這樣 五萬也要有時候假裝五萬 這叫智慧 對不對 我想請教揮豬 像你是財經記者 然後老實講你的經濟狀況也很好 因為看你在節目上帶來的就知道 沒有啊 你分辨得出來嗎 說實在我分辨不出來 而且這個包我沒有看過 我的成績太低 我還沒看過這種包 他就是背了好幾個包 我都沒看過 那請教一下 桑妮 真的 這個真的多少錢 這一顆多少錢 他們家的包起跳都是 起跳都是二十 起跳都是二十 那是真鑽嗎 理論上不會是真的 不會啦 因為看起來這這麼大顆 而且這麼多顆 如果這樣的話 我二十萬我也要買 對 理論上不會是真的 我猜不是真鑽 理論上不會是真的 他們家普通的包 大概就是二十幾 那像你是精品的行銷公關 而且是定期的 你都分辨得出來嗎 真假 其實要很靠近 其實要非常靠近看 你其實看得出來 因為網友也沒有很靠近 他幾顆就算出來 他就可以定格 對 他這個是太明顯了 就假設你有兩個包可以比較 他立刻就可以看出來 是 所以如果說他只有單一一個包 那如果你對這個包不熟悉 你不一定會看得出來 OK 那要很近看 你要看很近的話 你會看哪裡 車縫線 車縫線有何不同 車縫線絕對不會有掉的地方 不會有歪的地方 間距也會完全一樣 他會一模一樣 所謂車縫線的間距是這個這一針跟那針嗎 對 它會完全一樣 那我做假貨的人 難道車縫線 因為車 你知道那漸車 就是它會不一樣嗎 會不一樣 會不會拿出來說明一下車縫線 很重要 我們都看車縫線 來來 拜託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繪珠帶來的 對對 你看 鄭大哥 鄭大哥很專家 你真的很熟 做節目我剛剛二補的啦 哪那麼厲害 你什麼都知道 看車縫線 看拉鍊 來來 你秀給大家看 就是 就是你看他的車縫線 他的精準度 然後不要看正面 都一定要看裡面 就你一定要打開裡面看他的 對 其實你要看都是裡面 因為精品包他的前後左右 裡外都會是一樣的 他的每一個間距 而且絕對不會有一點點的 就是掉線都絕對不會 就不應該有 如果有你可以拿去退貨 因為這很貴 所以他一定要做得很精緻 對 如果是不會燙到 他那個就比較清爽 那個山可能架沒乾淨 類似這樣對不對 對 類似這樣 然後間距會不一樣 我看過人家的間距會不一樣 那間距要怎麼看 間距就這麼小啊 還是會看 我們都會打開 還有拉鍊的順暢度 所以我們一定會看拉鍊 對 還有看金屬扣 你只要看他上面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都會看這個地方 還有就一定要翻開來看裡面 好 來 拉鍊的什麼 順暢的程度 跟他的頭尾的密接的程度 也要看 頭尾密接的程度 頭尾密接的程度 就是你這樣拉起來的時候 你的頭尾的密接的地方 這個地方也要看 對 這個地方也要看 不會有放 對 他絕對是完全密接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真的是環扣也是一個重點 環扣來 這邊 環扣也要看 比方說我們看外 環扣怎麼看 環扣的話 其實就看他這邊的 也是一樣 其實要看最小的地方 例如他的間距 他的大小圓圈有沒有一樣大 我們就不曉得真貨 到底是怎樣 他前後一定要對照 就是你 比方說 你這裡一定要是一模一樣 然後你 比方說 你這裡的東西 一定要是確切的 就是他的距離都一定要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真的嗎 這一定是真的 這會珠一定是買真的 沒有 我這個包是我朋友賣給我的 所以我也應該是真的 因為他是用法國的原價賣給我的 對 法國的原價賣給你 對 就是真的 應該是真的 今天網友說是是假的 不過這個是我朋友賣給我的 因為他當 因為我朋友個子比較小 然後因為現在都流行廢包 你知道很多人追求這個愛馬仕 他們都是要追求流行 那像現在這種 像這種大包 其實現在很多人 比較 很多人不卑 沒錯 比較不願意背 就我剛剛其實開玩笑 這個包一定是真的 這個 而且顏色很漂亮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